范世衡出身名门 他的父亲范登兴通过科举考试入世 由于范登兴颇有学识 阮朝的开国皇帝阮福尹非常器重他 范世衡生于1810年 由于他小时候长得漂亮又善解人意 名声很好 在他14岁的时候 被阮福尹的一个妃子 阮朝的第二皇帝明命帝的亲妈 盛天高皇后看重招选入宫 成为了明命帝长子阮福玄的妾 但是同时阮福玄还纳了另外一个 同样是国家功臣的女儿阮世 有一天大概是叛孙心切吧 顺天高皇后拿着一个凤扣 一个花扣 用纸给密封着 对范世衡和阮世说 你们谁拿到了凤扣就会先生儿子 阮世先来选 结果他选的那个里面包的是花扣 而范世衡得到的自然就是凤扣 虽然选扣就是讨个吉利吧 但是也说明了范世衡运气很好 很快范世衡的确也接连生下了两子一女 而且他儿子特别聪明 后来阮福玄登基为邵智帝之后 范世衡从公平开始一路进阶 最后升到了贵妃 邵智帝死后 范世衡的儿子阮福石继位 其实阮福石并不是邵智帝的长子 长子是阮福红宝 但是这个阮福红宝放荡 而且不学无术 所以他爸并不喜欢他 而有红宝同父异母的阮福石则聪明博学 因此受着这临终前就决定让阮福石来继位为四德帝 四德帝登基之后就尊他的亲妈范世衡为皇太后 但是很可惜四德帝并没有儿子 他收养了三个侄子为养子 后来这三个养子也先后继承了皇位 从四德帝开始 越南就进入了动荡时期 他在位的时候 法国入侵 四德帝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 后期法国还控制了越南南部 越南逐渐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 四德帝去世之后 他的大养子阮福音真继位 其实以后的皇帝和范世衡就没有选严关系了 但是他一直都被尊为太皇太后 到了崇孙登基的时候 他被尊为太太皇太后 当时朝廷的权力全部掌握在阮文祥 尊世衡和陈建成这三个全臣手中 阮福音真继位之后才三天 就被阮文祥和尊世衡给废了 第二年还饿死在了监狱里 阮文祥尊世衡另立了给阮家的后人协和弟 因为阮尊二人专横跋扈 所以协和弟就打算借法国人的力量铲除他们 不过被这两个人给发现了 阮文祥后来发动了政变 杀死了竞争对手陈建成 并且废除了协和弟 改立四德帝的另一个阳子阮福音户继位为建福帝 协和弟被囚禁了起来 后来还被迫喝下毒药给毒死了 他在位才四个月 当时建福帝只有14岁 没有任何的实权 由阮文祥和尊世衡两人执掌大权 建福帝时阮朝已经融为了法国的殖民地 当时从宋到清朝的中越宗藩关系彻底断了 而且建福帝也没有活多久 15岁的时候就死了 郑使说他是病死的 但是传闻却说 他是看到他的养母学妃与阮文祥通奸 建福帝准备要依法处置他们 将阮文祥诛灭九族 学妃十分的恐惧 便在建福帝的药里下毒毒死了他 阮文祥尊世说 又立了一个阮家的后人贤仪帝 贤仪帝时1885年 贤仪帝奉四德帝的遗诏 尊范世衡为祠于太皇太后 同年法国与中国清朝签订了中法新约 清朝正式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 之后法国企图将阮朝朝廷完全变成傀儡 这样越南人怎么会同意 所以不断遭到越南人民和朝廷内的一些主战派的反对 后来尊世说起兵抗法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秦王反法运动 当时范世衡带着三公一起离开了皇宫 顺化被法国人占领 这件事情最终的结局是法国人让住了顺化 为了安抚民心 派人前去觐见范世衡 得到范世衡首肯之后 另立了四德帝的最后一个羊子为同庆帝 咸英帝则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去了 同庆帝在位四年 法国人又立了玉德帝的长子陈太帝 范世衡被尊为太太皇太后 1901年范世衡逝世 享年92岁 范世衡见证了阮朝明明盛世 到四德没落 到完全沦为殖民地的整个过程 要说起范世衡在越南历史上的最大作用 大概就是他与法国人妥协保全了阮朝吧 好了 今天先说到这 下次接着说越南 接着 感谢观看